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欢迎收看五家新闻 七名警员前年在占领行动期间 被控殴打公民党成员曾建超的案件 朝早在区域法院开审 案件押后至明天下午处理 期间各个被告获准以1000元保释 七名被告警员到法院认讯 包括有组织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黄祖成 观塘区返克祖高级督察刘卓毅 警长白荣斌 九龙城区刑事偵袭警员关家豪 观塘区返克祖警员刘兴沛 和王伟豪 东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员陈兆丹 他们全部否认一项有意图 而导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名 第一名被告陈兆丹 亦否认一项普通集击罪 洪凤在开庭时说有五百多页新材料 申请将案件押后到星期四才开审 让控辨双方可以先研究新材料 各辩方代表大律师同意有关申请 期间法官杜大卫质疑案件已开展多时 为何到现在仍然有那么多新材料 控方解释新材料包括证人曾建超 在星期二以中文进一步录取的新口供 曾建超早前提出司法覆核要求公开七警身份文件 和其他未有采用的材料等 有辩方大律师就质疑部分证供应不应该获接纳程堂 包括来自四间船会 无线、亚视、Now新闻和苹果日报的片段 认人程序的安排和中区警署的闭路电视片段等 要求进行案中案的审讯程序 而案中案将会传召11名证人 包括曾建超和另外6名警员 预计审理大约一个星期 控方日在庭上透露曾建超被定罪之后 觉得不舒服和感到有压力 法官同意将案件压后到星期四的下午 而早前警方已经通知曾建超 说他暂时不用出庭作证 直至另行通知 而曾建超作为证人 除非他被传召 否则他不可以来到法院听審 七名被告获准以一千元保释 这期新闻报道完 再回 即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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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